然后咱们今天扯了点多啊 咱们再回头来提特征 那当时啊我一般怎么提啊 一般都是这样 老大呀先说几个大概的一个意思 那你说对于一个任务来说 人家提了这么几嘴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任务做完了吗 好像来说还差一些吧 不可能说啊就是哎呀谁一提 说我这有经验我做过 然后大概按我的东西去做吧 那真按他就这么去做吗 其实啊这只是一个借鉴 那实际功能当中我们怎么办的 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就是两条路吧 第一条路就是我们集思广益 比如说一个组啊 大概人不可能太多啊 绝对一般不会超十个人的 大概几个人我们想一想 比如说对于当前这个数据来说啊 咱们大家一人想那么三四个特征 觉得最好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不是提到这个网络攻击吗 那网络攻击当中啊出现特性是什么 短时高效的进行一个访问吧 那我可以在这里 你看这里有什么 这里有时间 还有IP吧 还有端口 那我能不能基于某一个时间点看一下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 如果说发生了一个流量的图片 是不是有问题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啊 基于你的目的去提特征 还可以呢 就是按照啊 之前的一些出现的网络特征 网络的一个攻击啊 找一下他们的特征 还可以呢 借鉴啊 以下前人的一些做法 这些啊 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想的 但是 这么说啊 就是实际功课当中啊 自己想的多吗 可以这么跟大家说 自己想的呀 其实很少 很少有人啊 就是一方面啊 就是大家也不是搞学术的 你说我去想这个东西 目的在于什么 目的在于把这个问题解决吧 那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一般怎么样 一般都是抄啊 什么叫做抄啊 别人怎么去做的 我就怎么去做嘛 然后啊 咱们开始接着说啊 咱们不是说到这个提特征吗 提特征我们最常见的一方是什么 最常见啊 就是去抄 就是去借鉴人家 那借鉴别人的时候啊 最好一句什么啊 有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论文 在这里啊 着重给大家介绍这样一点 那咱们来说 什么叫做一个论文啊 说白了 论文就是人家写好的一套 总结的方案 人家啊 应该是首先啊 做了一件什么事 然后这件事呢 并且做得很好 做了很好之后啊 它也总结成文 然后发表出去 这就是一个论文 那在论文当中啊 我们能借鉴什么啊 这我们能借鉴的就太多了 其实啊 就是如果说你是做数据挖掘 或者是基地学习 像是我是这么做图像的 每天啊 我们干最多的一件事是什么 每天要干的最多的一件事 并不是说去写代码 其实上呢 最多最多的一件事啊 就是去读论文 大量的时间 基本上上午来之后啊 我们组基本都这样 上午啊 大家一般都愿意自己去写 因为刚来的时候啊 这个精神啊 比较清醒 可能刚睡醒的时候啊 你不再清醒 然后呢 你在地铁里啊 挤巴挤巴 就给你挤清醒了 挤清醒之后啊 上午我们一般先去写代码 下午我们干什么 下午啊 我们做最多的事 就是去看这个论文 大量的时间啊 都耗在这里了 那论文咱们要看什么啊 要看啊 人家是怎么去做的 比如说现在呢 我要去做一个http啊 或者说咱们要做一个异常检测的一个任务 我们该找什么 找一些相关论文啊 你在谷歌学书当中 或者说在一些kdd啊 数据挖掘啊 之类的一些点汇当中 找出来 那么几篇比较好的 然后找的时候 我们也要注意什么 论文啊 一般分成个ABC三等 我们找什么 我们不可能啊 看一些比较差的论文 一般啊 我们都是看一个A等的论文 A等啊 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会议 那这个ABC三等啊 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 给大家说一下 你说C等相当于什么 C等相当于一个硕士啊 他毕业的一个要求 数据B啊 基本上一年半的时间 要去写这个论文 那C等啊 相对来说 看起来说是一个C等 但是其实啊 也是不是那么容易发表出来的 那B等呢 B等啊 相当于是比C等 要高出来那么几个档次 一般情况下 就是一篇论文 写的你的教授啊 或者是某些公司当中啊 非常的大牛 他投A等 没投出去 然后他可能转投了这个B等啊 这是一个大概B什么含义 A什么含义啊 A的含义就是说 拿我现在交流来说吧 50多岁了 然后做过一事啊 非常非常多 我我可以 他的一个称号 他的一个称位啊 就是写其他篇都写不完 这么牛逼的一个人 你说他发一篇论文 投A类的会议 百分之百能中吗 其实不一样 大概百分之三十多的几率能中吧 所以说啊 A类的会议论文啊 是非常有价值 非常值得咱们借鉴的 而且来说呢 就是 我们在参考论文的时候 我们一般找什么 我们要找的是 跟我们资论相关的 比如说咱们现在 要做数据挖掘 那有个会议论文啊 叫做一个KDD KDD当中啊 每年都有一些 非常优秀的代表吧 这个啊 就是如果说 大家做数据挖掘啊 做自己学习 不可能少的一件事 就是去读论文 一方面你的足里啊 其实你到时候可以看 你说你们老大 他一天干什么 说白了 他一天啊 他如果说 他是不谈业务那种啊 你的老大 可能有好几种啊 就是有一种 可能专门谈业务 业务能力啊 扯淡能力啊 非常强 还有一种啊 就是专门去搞这些 就是有 不能说偏学术吧 就是找这些 解决问题方案的 他那桌上 一螺子一螺子的 翻的那都是 就是我 我东西话说 皮了皮了的 就是翻了很多遍啊 这样一些会议的论文 然后这些会议论文当中啊 一般都是这样 他啊 第一段 都会给你介绍一下 咱们当前啊 这篇论文 做一件什么事儿 第二段一般都不用看啊 做一下当前 世界的一个大环境 第三段是 主要我们需要去看的 比如说 我们先在 一篇HTTP论文 第三段会你介绍什么 第三段会你介绍一下 当前在这里啊 我提出了一个 什么样的方法 然后呢 我这个方法当中啊 我一步一步 是怎么去做的 比如说 我提了一个 什么样的特征 然后这个特征啊 为什么这么样提 然后呢 又把哪个特征 进一个组合 这些我的输入数据 是怎么做的 这些啊 它都会给你 非常非常详细的去做 特征TTP 那还跟你讲 哎呀 用什么样的算法 这个算法 要不要进行改进 都会有一系列的 一个证明啊 证明在哪啊 证明一般在第四段 第四段什么 第四段啊 一般来说 就是我们的一个 那什么 第四段一般都是实验啊 就是第三段啊 它说了这个东西 基本上哎呀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吹了一堆啊 不能说吹 它就是非常严谨的 给你概述了一下 怎么样去做的 第四段呢 就是去证明 这么做能达到一个 多好的 多大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啊 当我在做今天的 给大家说这个事的时候啊 读了多少篇论文啊 不下那么十几篇了 其实无论在学校 还是在公司啊 都是这样 我们要通读啊 基本上 一个任务来了 像是 像是啊 我那个 14年的时候 14年的时候啊 就是我那时候 刚刚那个 说刚那个读研的时候啊 然后最后一年 去那个实习嘛 实习的时候啊 然后我是有师傅的 我师傅是一个 我师傅是一个 也是一个 港中文大学啊 毕业的 他啊 做一件什么事 他每天 其实当时来的时候啊 没有让我 其实我觉得 他挺负责一个人啊 没有让我直接 去帮他写一些代码 就给我拿出来 那么十几篇论文 跟我说 以后啊 咱们要做这样一个事儿 那一定把这几篇论文 进入通读一遍 不管你花多少时间啊 这些东西一定要去读 当时啊 就是读了很多很多论文 那你说这个论文 对我没有帮助啊 太有帮助了 当我在遇到一个事儿的时候啊 其实你就可以想 这篇论文做这样一个事儿 用这样一个方法 那你说这个东西 只适用于这一方面吗 其实啊 不是的 它适用面啊 都应该是稍宽广一些的 今天你看人家论文啊 总结了这样一个东西 说了这样一个事儿怎么做 说白了 这什么 这就是人家的一个案例啊 人家的一个案例啊 你拿到自己手里了 只要你能给它理解掉 并且呢 再动手的去做一遍 那这个东西啊 之后就是你自己了 无论你是跟别人去讲 还是以后再自己去用啊 我觉得啊 这些东西啊 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的 这是啊 我们的一个论文 然后啊 大家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 你说这个论文啊 咱们该去哪里去找呢 论文当中啊 有很多建议的价值 但是呢 找论文啊 是非常有 就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东西 可能你找的论文什么样啊 你找的论文 可能档次就偏低一些 我这里不是说绝对啊 可能就是 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啊 我们等就是找论文 可能就是对大家来说 难度比较大 但论文来说啊 一般都是免费的吗 基本上 它即便不是免费的 你也可以免费的下到 有很多就是 你可以在一些 就是有一些 比如非常经典论文啊 已经搬到国内了 什么百度网盘啊 或者是各大文库啊 都是有下载的 这些比较经典的 但如果说你这个论文 它不是比较经典的呢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需要一个学校的账号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 清安会议啊 它都是一个收费的嘛 那你要去下筷的东西啊 相当于是 你得付费进行一个购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是 如果说啊 你的一些身边的朋友啊 是在一些高校的 比如说在大学啊 无论是读研啊 读表达什么都可以的 他们啊 一般都是有一个 学校的一个 就是他一般都会有一个 学校的一个VPN 学校的一个VPN 学校的VPN啊 相当于是 可以去连它的内网 然后像我们同济 我们是有这个东西的 现在我现在用 因为我也是一直在用这个东西 你这个东西啊 就是只要你能连上学校内网 那学校内网什么意思啊 学校啊 相当于是已经啊 都已经付过一大笔钱 把这些你认为啊 就是能找到的地方 都已经买下来了 所以说 你逛了学校VPN 一看哎呀 你是这个学校来的 那直接免费就可以下载了 所以说啊 最好能有一些这样的资源 或者说你可以上一些 贴吧当中啊 去求啊 去租啊 都是常见的一件事 对啊 好啊 好啊 中文字幕——YK